今天果然是下雨了 下雨天 路上这个花都开了 其实这两天正是拍风景的好季节 第二个是下雨天 大家果然是否没来 早上那会雨挺大的 现在雨停了 又一波来了感觉 今天我这雨伦服都穿上了 昨天跟我还穿短袖的 昨天气温还在二十多度 今天就直接下降了十度 现在是 就目前准午了 现在这个气温只有几度 最高气温只有十二三度 顺节就冷了 而且还刮着风了 今儿个这风挺大的 本来呢 我想着再有一两天就搞完了 结果呢 突然又下雨了 不但是今天下雨 明天也下雨 最近呀 这气温被这一传雨下的 穿短袖啊 估计又得一两天 你看这个房子的话 人家把这个山江也都抹了 看 包括这边这边墙 也都做了 而且我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小仓库 你看 包括这面墙 这个仓库里这面墙也都做了 太冷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我都 因为我又突然想起一件事啊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太冷了 太冷了 看一下这有没有积水 现在没有了 哎呀 风好大呀 太冷了 哎呀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小妹是吧 小妹啥 小妹布 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本来当时呢 这个房子也是空着的啊 这个房子其实拆了一半 之前这个房子还比较大 可以放几张麻架桌 当时呢 的确是打算开一个小妹布来着 结果呢 这个 我爸呢 就把这个字给写错了 写到这个布之后呢 小妹布的之后呢 把这个字给写错了啊 问题是你这么一写错吧 后边没法进行了啊 再没办法写了 给也没法给 所以呢 后来索性 这个小妹布呢 也就不开了啊 开不了了 开啥呀 字都写错了 怎么开啊 没法开了 这个雨啊 越下越大 我突然又想起来 赶紧出来看一下咋回事 没想到啊 这水都给灌满了 这之前这个雨水呢 就是顺着这儿 这样流出去的 自流出去的 它现在这边不是 这都有土吗 你看 它流不过来 你看这啊 这刚才我用铁锹 挖出去 你看 踩了一条这个路 但是这个坑比较深啊 雨水现在还出不去 但是雨再大的话 它肯定要出的 你看就是防也让这个水 流下来之后 现在啊 全部都倒灌了 之前它是向外走的 之前向外流的 现在全部流到里边去了 所以我刚才用铁锹 赶紧挖了一下 这不是吧 这边都灌满了 我刚才赶紧把这里 也荡了一下 又土荡了一下 它不是就流不进去了吗 这个弄的有点迟了 你看包括这边啊 这边我也倒了一下 围了一下池子 这里的水就都是 其实都是房底上流下去的 房底上下来流下去的 还有这边 这不是吗 我临时挖了一下 让它从这边流走了 这挖了这么一池子水啊 这现在比家里边是低的 咱们看一下后面 看后面没问题啊 后面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啊 这都做好了都 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房间啊 这个卫围也已经保温层做好了 顶上我铺了一层采钢皮 这就是防雨嘛 外面基本上也做的差不多了 没想到冲天的雨能下这么大啊 其实我们陕北其实是一个比较缺水 缺雨的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平常都 夏天都不怎么下雨啊 别说是这个冲天了 而且是连阴天 很少有那种就是 连阵下几天的雨那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正雨 要下雨也是正雨 就要么就一会儿会儿 雷是个大啊 雨点来的也猛 但是走的也特别快 雷是凶猛走的也快 很少有像这样 从早到下到晚这种 都给我弄湿了 我赶紧回去洗一下 全是水啊 哎呀这全身都湿了 哎呀这湿的看 有的朋友可能说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条钩给填起来呢 昨天为什么不填起来呢 现在导致这样的情况 其实昨天啊失算了 昨天呢本来是想着 这不都湿着吗 所以最好挖开了 挖开了之后 不是还做那个防水吗 然后想着是让它晾一下 本来潮气湿气啊 挖出去晾一下 不是正好添好吗 然后本来的计划就是 今天打算再做一层防水 然后做完之后 它不是有点保温没做吗 保温那个小平台 所以呢就没填啊 本来呢这个事计划是今天做的 没想到这雨下的呀 哎呀 我想了一下这样其实还不行 那里边一直汪着水也不是个事啊 我得现在要不我弄点 弄点水泥上江 再多弄点沙子啊 多弄点沙子时候 拜一点水泥 然后不行把那个巷子给它填起来吧 不行给它填起来吧 现在要不然怕这个雨啊 要连续下到明天之后啊 这房子可能就出问题了 所以我这现在还得出去啊 还得出去给给它填起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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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煤好了啊 这下就不怕积水了 那今天呢就只能是这样了 今儿个下雨 明儿个估计也下雨 这有可能的导致我就断根了 因为明天也下雨啊 这明天估计也不累 好 完了 咱们再持续跟进啊